我们要看一个比较特殊 或者是说比较多元的交易方式 我们上次有看到可转换公司债 那我们说可转换公司债的发行价格 包含了两个部分 一个是公司债本身 一个是转换权利的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我们上个礼拜有讲过可转换公司债 那时候我说可转换公司债 它的发行价格包含了两个 一个是债券本身 一个就是它转换的权利 那我们说它有转换的权利 这个转换的权利决定下来之后就不会再动了 好 那星期转换的时候 这个转换权利资本公司就要什么 转为普通股移价或什么的 好就是当它这个转换权行使的时候 这个基本公司资本公司也要不存在 要转掉 那么现在谈的一个 而且我们说发行价格 是先确定你的负债 对公司来讲 对于负债金额的决定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是负卖回的可转换公司债 特别 他不但有债券 他不但可以信息转换 他还可以卖回 那我们看一下 他公司债本身基本上是一个长期负债 那第二个 他的转换权利基本上是一个资本公积 第三个 如果他有卖回的权利 这个卖回对于发行公司而言 它也是一个负债 因为他有那个义务去把它买回来 所以对发行公司来讲 这也是他的负债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这个负债 所以我们要决定 当你发行的是负卖回权的可转换公司债 他的负债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公司债本身 一个是卖回权这个部分 然后另外一个部分才是权利的科目 那为什么前面所讲的 这个公司发行的时候 他先确认 他的负债金额是多少 剩下来才是我的转换权利的资本公司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当我发行这样的一个 债务证券的时候 我的交易份都要怎么写 通常你付的卖回权 他卖回的权 他对发行公司来讲是一个负债 而且他是一个什么 流动负债 因为他通常是 他的设计通常是 他发行后可能半年之后 或者是一年之后 他就可以行使卖回权 所以这个卖回权 对于发行公司来讲 他是属于短期的负债 因为他很快如果持有人信使 卖回的权利的话 他就很快要去清查这个义务 好 所以这边请你看一下 再次是也 他说如果我们付卖回权 的可转换公司债 那其第一个发行的时候 你可以看一下 第一点发行时的会计处理 这边你先看一下就可以了 他说呢 若付卖回权的可转换公司债 的卖回权 跟应付公司债 这两个本身并没有非常紧密的关系 他不像转换 好 转换的话是要么你就信 有这个债权 要么你就变成是股票 好 所以他其实这两个是 其实是两个东西 所以我们在卖回权 跟应付公司债 要分别认列 虽然两个都是属于负债的性质 但是两个并没有非常的紧密 好 那我们现在用什么 用卖回权 根据什么选择权的定价模式 来决定他的公允价值 那你不用担心 选择权的定价模式我怎么做 好 我们这个课程不是选择权 所以不会教你怎么去算 课本上会直接告诉你 这个卖回权的 公允价值是多少 好 但是我决定出来之后 我的入账的科目 它是一个交易目的 金融负债 它是什么 短期的 只要看它交易目的 它当然是短期的 就是它一定是属于流动 那再来 因为它是个负债性质 所以它是叫金融负债 atash 卖回权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交易分路怎么写 看一下十里二十二号 这个四十页 四十页 那凤凤公司在长一年初发行五年期付卖回权可转换公司债 一共拿到的金融是一百零二万六千七百五十三 其中公司的命额是一百万利率百分之四 然后每年年底付利息 这个例子跟前面是很像 之前也只是可转换而已 它没有假装 它没有卖回 那这个债券的合约中规定 从发行日期满六个月后到到期日前六个月位置 这公司再可以行使转换 每一张一千块面额的公司再可以转换三十股的普通股 而且只有人可以什么 扎三年之后要求公司按一一五的价格 一五的价格是指什么 就是债券的面额百分之一百一十五 所以等于是溢价十五%的意思了 好 要是新时发行公司买回 那已经知道如果相同的条件 但是不付卖回权跟转换权的公司债的公允价值 是九十一万五千七百五十三 这是按照它的有效利率百分之六去算 也就是说市场利率是百分之六 那债券的票面利率只有百分之四 所以还一定是折价发行 然后呢 卖回权的供应价值是四万五 好 那如果卖回权跟不卖回权跟转换公司债 那并非紧密的关联 所以我们就意思说它要分别去入账 那第一个公司债已经告诉我们是九十一万五千七百五十三 一百零二万六千七百五十三 然后再减掉四万五千的卖回权的供应价值 所以有六万六千是公司债的转换权的资本公金 好 所以分度就在上面了 看到吗 好 这是四十一页所写的 所以意思是说我们在发行这个时候 我们要承认三个东西 一个是公司债本身长期负债 一个是卖回权的短期负债 另外一个是转换权的权益科目 好 百分之三个 好 那当然我们的分路有承认 一百万是公司债的面额 扣掉它的 实际上的供应价值九十一万五千七百五十三 剩下就是我的折价的金额 那折价还是根据我们公司债发行的条件 折一加探价的模式完全一样 好 完全一样 但是对于金融付 交易目的的金融负债 这个地方呢 我们每一年 因为它是个什么 流动负债 就等于每一年我们要去做什么 它的价值的评估 然后去做调整 好 所以这个施力二十二是发行的时候的分路 那我们看一下二十三是 如果这个不付迈回权的 这是另外一个二十三 好 如果我们刚刚看到是 它有紧密 没有紧密的关系 那施力二十三是 它有紧密的关系 那我们怎么做 好 既然它有紧密的关系 也就是说你就没有卖回权单独承认的必要 好 所以我就决定出 它的资本供给之后 剩下全部都是什么 跟公司在 预付公司在有关系 所以它的折价金的就没有那么高 好 所以它说 我的发行的金额去减掉 我的什么 我的这个 那个主乘 负债主乘要数 那负债主乘要数 我就要去算什么 发行价格 公司在的发行价格 跟卖回权的价值 所以我承认的公司在的入账金额 是九十六万多 九十六万零七百五十三 这是指说 但我的卖回权跟应付公司在本身之间有非常紧密的关系 好 那如果没有非常紧密的关系的话 我就是分开认 那如果有非常紧密的关系的时候 我们就把它绑在一起 要成人应付公司在就好了 好 势力二十三在取这个例子 好 好 那接下来看一下呢 应该一样 那流通期间要做什么事情 好 流通期间呢 我们现在回过头去谈的是 如果是势力二十二的例子 好 那我们刚刚已经讲过 你公司在有折一架发生 在流通期间 你就是还是要做什么 折一架的谈香 好 那我的权益 转换权原则上 就是 你一开始发行的时候 确认下来之后 就不会再动它 就不会再动它 所以转换权一直都维持 留完留钱入势力二十二来讲 好 那我们看一下呢 势力二十四呢 假设好 因为我们说呢 交易目的的金融负债 我们一年年底 都要去做公允价值的评价 所以看一下势力二十四 他说 差一年底 我的负债的 公司债的账面价值 已经做了一次摊销了 从九十一万五千多 他做了摊销的账面价值是九十六万 好 那第二年底是九十四万六千五百四十 也是做摊销 摊销的账面价值会调整 好 那公司债的公允价值 还有 看一下卖回全负债的公允价值 差一年初的时候是四万五千 那差一年底的时候是四万五千五百 好 那差二年底的时候是四万三千四百三十 好 那看一下 每一年年底 你要做什么事情 所以第一个 假设差二年底呢 债券持有人 卖回所有的公司债 好 因为差二年底 他卖回 所以原来的账面金额 就要完全冲掉 然后没有 他一下晚的折 折役这样 也要一边冲掉 所以第一个 当他行事迈回 公司要付多少钱 公司要付现金 一百万全部嘛 一百万乘上百分子 一点一五 所以他要付一百一十五万 好 他要付这么多钱 因为根据条件上面 那我们要先假设是 他公司债 就是物理性的付完 十二月底都付完了 好 我们只单纯就他 就卖回这个动作来做 好 那因为他心里卖回 所以我的应付公司债 面额是一百万 然后到差六年底 差六 差二年底 我还有应付公司债 未看小晚的折家金额 我折家金额多少 其实很简单 他已经告诉你 他的账面价值 一百万跟他账面价值 中间的差就是他的什么 未谈销完的折家金额 一百万减掉 就是六万 就是四万六千 五百四十 所以他没有谈销完的折家金额 是五万三千四百六十 未谈销完的是五万三千 四百六十 次来这个公司债 因为他行使 行使卖回之后 赤本攻击就会冲掉了 因为他就没有认股权了 没有转换权了 要一兵冲掉 要一兵冲掉 刚才是六万六 对 因为事例二十二的时候 一开始我们是确定他的卖回权 公司债的价值 还有任务权 转换权 所以他既然性是转换了 我要一必把它冲掉 好 那因为冲掉之后 我们其实应该要先把 这边他是把它分开写了 因为我把它同时写 应该也没关系 因为差二年底 他性是转换了 所以我应该不用等到差三年初 课本上面是把差三年初 再把转换权冲掉 那其实如果我要做差二年底的转换权冲掉 其实也可以 那基本上来讲 我应该还可以什么 我的 我们是因为他性是卖回权 所以我应该有 本来就一个交易目的的金融负债 卖回权 好 然后我到了差二年底的时候 我的卖回权剩下四万三千四百三十 既然他性是卖回权 他的供允价值一并冲掉 所以意思是 我们事实上在卖回权 总约能在四万五千 调整为四万五千五百 再调整为四万三千四百三十 其实我们都有做这个调整分路 因为它是一个流动负债 我们说负债在国际快捷选择之下 我们的资产 我们的负债 期末都要做平价 好 好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交易目的金融负债了 也把它冲掉了 好 那我们的付的现金是付这么多 那接下来看一下 因为我们的账面金额 因为不会行使 所以他的资本供给就什么 失效了 也就说 因为他没有行 因为他不会行使 所以我等他转为资本供给 失效的资本供给 因为他已经行使了 好 因为已经行使卖回权 所以这个转换就不会行使了 所以以失效的转换权 所以也是什么 六万六 好 那现在再看借贷方向平衡 比较想成 当我行使卖回的时候 我付的价格 付的价金 跟我行使那时候 这个公司债的账面价值 但是这个例子比较特别一点是 还有一个什么 还有一个转换的 负书回的流动负债 所以我把它加在一起 所以可以看一下 我呢是四百四三四三零 加上一百万 或者是说应该是这样写 因为我们当时的账面价值是 九十四万六千五百四十 六千五百四十 加上我的转换 付书回 付卖回权的四三四三零 这等于这个债券 在我行使卖回的时候的总价值 账上的总价值 但是账上是指公司债本身 我们还有卖回权是用公运价值 因为它是一个流动负债 所以我们要用什么 要评价它 那我付了一百一十五万 所以我产生了赎回损失 十六万 零 三十 好 这个愤怒其实跟我们课本里面的四十三页 几乎是一样 只是我把 因为它行使了 卖回 所以呢 它也没有转换了 权力 所以我一并把它冲掉 好 好 这是第一个呢 如果我们插二年的年底 我呢 行使了卖回权的话 那我就整个把它做冲 把这个整个冲掉 对不起 那应该是第一个例子的时候 我们上面就已经写了 就是说我们第一个要写差二年底 然后债券持有人卖回所有的公司债 我们就做这个分路 那记得我们要把这个什么 转换权要把它冲掉 好 因为已经不转换了 那再来 好 再来看一下呢 那个第二个情形 假设差三年处 卖回权借满 然后债券持有人 未行使卖回权 好 我们规定呢 是在 这个债券前 看一下它的条件 它的卖回呢 是在卖回权 它就没有指什么时候之前 合约发行 可以行使转换是签六个月 好 也就是说差三年一月一号 这天之前 它可以行使卖回 过了这天 它就不能行使了 好 这个合约台 我这张就已经写了 所以在差三年的一月一号 我就会去做一个分路 把 它既然不能行使 卖回权 所以我就把它什么 卖回权冲掉 好 那卖回权 因为还没有这个价值 没有行使的权利了 因为超经过 过了差三年之后 差三年一月一号之后 它就不能行使卖回权 所以我就把什么 原来所承认的交易目的金融 资产 金融负债 就把它转销掉 因为这个负债就不存在了 没有行使的权利了 所以就把它冲掉 那我评认是什么 因为这个负债 这个负债的减少 我也没有付任何的代价 没有 所以它就承认为什么 凭价利益就把它冲回来 因为是一个什么 损益表的收益性 收入 其他收入的性质 想看懂吗 因为你差三年一月一号 之前要行使卖回 如果你没有行使 这卖回权就不存在了 因为卖回权不存在 所以我就要把它冲掉 因为这个负债不存在 可是负债减少 我并没有付任何的代价 所以我就转为什么 收入 那就是什么 金融负债 凭价利益 因为价值就变成零 然后再来第三种情形 是沿着施利二 差三年 当然已经过了 迈回的权利的时间了 然后债券持有人在 1月2号把它全数转换为 普通普普普 那一样公司债 我们就变成是可转换公司债的例子了 好 因为差三年1月1号 一样我们先把 卖回的权利的这个负债把它冲掉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是不是 公司债的账面价值 还是94万6540 好 那我们是不是每一切 因为我们现在 应付公司债要冲掉 跟这个例子 有几个数字是一样的 好 公司债 然后因为 它虽然是1月2号 但是我们就假设 这段时间没有特别需要去 再去算它的利息费用 去做这一家贪销 才经过两天而已 好 所以我们的应付公司债这家 贵贪销的金额 还是53460 好 那它转换的时候 我们要给它什么 我们给它普通股 我们给它多少股呢 一百 一千 一百万 除以一千 乘以三十 所以我给它的是 三万股 好 股本 就三十万 但是它原来的资本公司 转换全新式了 所以它也把它算成什么 它的转换的成本 那个价值之一 六万六千 所以剩下来就是做什么 我的资本公积 好 所以你把金额 一百万 好 结合上 六万六千 就跟资本上面的43页写的完全一样 这样看懂吗 好 这个愤怒就跟你形式转换的 愤怒是完全一样 最超过的地方就是什么 资本公积普通股资家 好 这个愤怒没有什么特别 因为跟什么 前面的可转换公司在是完全一样的 这样看懂吗 好 是 那那个卖回权也是像上一个这样处理 蛤 它的卖回权 怎么样 就是像上一个这样处理 对啊 因为它延续第二个情形 所以它一样擦散你 因为要去把卖回权 那你第一个卖回权你还是先做 然后你的 到期你 它就是什么 去卖回 就是让它去数回本金嘛 对不对 那你可可那个转换价值一样把它转为 以失效的转换权 好 如果这个可卖回的负卖权可转换公司在资券其人也没卖回 也没转换 我就是拿着到期它叫还本金 它就跟前面一样 你没有数回这顺利啦 好 那第二个 总比较特别的 你的卖回权在X3年 1月1号已经过期了 所以你一样要做这个分录 所以你也要做这个分录 再来 因为到了 其实呢 你可以在到期前半年 因为它就是没有转换权力了 我就可以把这个公司在转换的权力把它转为公司在已失效的转换权 可以呀 好 要看懂吗 好 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 这个数字就是平衡之下产生的一个数字 好 科本人有些我就不算了 老师 那如果卖回权公运价值减少的话是算第一 卖回权的公运价值减少 但你期末其实都要先调整 其实这个交易目的金融负债期末 我原来从原来的四万五千 到X3 X1年底的四万五千五百 其实我的分录要借金融负债评价损失 但交易目的金融负债得去卖回权五百 我从四万五千调整为四万五千五百 差二年底他的公运价值是四万三千四百 四万三千四百三十 所以我要从四万五千五百 减到四万三千四百三十 所以我的分录会借交易目的金融负债 负取卖回权2070 爱金融负债评价利益2070 也就是说你期末对于这个流动负债 你知道要做什么 评价的负债的公运价值变大了 我就承认损失 负债的公运价值变小了 我就承认评价利益 这样看懂吗 所以这边只是中间挑了一个 挑了期末要评价这个动作 好他上面应该没有写期末要评价 事实上期末是要评价 他评价就是有一个本路去调整 交易目的金融负债的金额 好 他有没有想到其他的 没有了吗 好 那接下来 因为我们时间不算很长 所以我们赶快把负负稍微先提一下 好 接下来我要谈股份基础给付 我们前面谈到的是 员工任股权 那是酬劳跟非酬劳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现在也看一下 股份基础给付也有点像 也就是说 我为了要给员工什么样子的一个报酬 那我的计算 他的价值我有给他的一个金额决定 是跟股份是相当的 所以叫做股份基础给付 一样 如果给付的是股票 我们要是承认资本供给 如果你未来给的读学股票是现金 你要承认是负债性质的科目 好 跟前面是相似的 好 请你看一下呢 44页 他说股份基础几乎是什么 好 是指企业取得商品或劳务的交易 他的对价 是以下列两种方式 其中之一来支付 一个是公司本身的权益 好 就是股票或认股权 这个跟前面我们看到的 给员工认购的这个计划是相似 另外一个是会用现金或其他资产支付 好 你要给现金或其他资产 他就是像是负债性质 所以我刚刚讲说 股份基础几乎是说 他的价值的决定是跟股票的相关 但是我承认的科目是权益性质科目 还是负债性质科目 就看你给的对价是什么 如果你给的是股票 他就是什么 权益性质科目 如果你给的是现金或其他资产 他就是一个负债性质的科目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跳跳跳 我们直接看分的例子好了 好 例子去看一下 25 好 48页 10月25 他说 X7年初保元公司通知三四位 主要的经理人员 可参与每股认购价格50块的认股计划 然后规定要付满三年才取得这个股利 然后呢 所给予的股认股数则跟三年服务期间的施展率的成长而定 前面是给它固定的 你只要付满三年 你就可以拿到多少的股数 那现在不是固定的 因为呢 我给你多少股数就要看这三年当中你的表现 好 那看一下 如果你的那个施展率提高到5% 每一位员工可以有一千股的认股权 那可以领取 没有对价 我就给你 不像前面是认股计划 你要付钱哦 我现在不是 我就给你这个权利 那这个权利上面呢 有啊 认购价格还加50块 还是有股价 好 那再来 如果超过20%就可以取两千 超过20%就可以有三千 好 那现在假设呢 这个选择群定价的公允价值 是18块 那三 三十位员工三年内呢 会有三位离职 也就是说一开始就估计 有三位会离职 那就占了10%嘛 好 然后呢 次占率会介于10到20之间 好 那我们差七年出给的 我们差八年 修正我整个离职的人数 会有五位 不是三位是五位 好 然后呢 差 而且呢 会到差九年底 好 这个市占率实际上会超过20% 也就是说 差六年 差七年时我开始估计 因为期末我要去承认 我一样是酬劳成本 好 那差六年底的 差七年的时候 差七年出给的嘛 所以差七年出 我要去估计这三年 可能会达到多少的状况 然后我的 因为要敷买三年 所以我承认的头老师 分三年来认 所以跟前面的离职 其实非常的像 只是 他的交易形态不太一样 前面是固定的股数 现在没有 好 所以你的 估计的项目 不是离职人数而已 还要估计 他多少的成长率 所以会给多少的股数 认股权 所以会有这两个不同 好 这两个波动 好 差七年看一下 好 跟前面非常像 我们看一下呢 差六 差八年 差七年底的时候 我估计 有三位员工会离职 那占有率是十到二十之间 所以我会给的股数是多少 两千股 所以三十个人扣掉三个人 就二十七个人 二十七个人呢 我会给他的股数是两千股 所以我估计呢 我的股数 认股权会给的是五万四千 好 那他的价值是多少 因为他的公允价值 选择权的公允价十八块 所以我算出来是九十七万两千 差七年底的时候 我估计会三个人离职 那我三年来下来 我的平均成长率 大概是十到二十之间 所以每个人会拿到两千的权利 所以算出来 差七年度 我的估计的酬劳总成本是七十九万三千 除散 因为分散两分坛 好 跟今天一样 所以这课本上面 也十四八页写的 跟我之前那般上写的完全一样 我就不写了 所以除散呢 我每一年承认的是三十二万四千 好 差七年底的时候 那差八年的时候 我估计 整个三年下来会有五个人离职 好 所以差八年呢 我的估计是二十五个人 会记得期间期盼还在 然后呢 我的成长率超过百分之二十 所以会有多少 会有三千股 好 所以七十五块 七十万五千股 然后每股是 那个选择权是十八块 所以我全部有 那个 来看一下 他说 对不起 差八年的时候 他只估计五个人离职而已 他并没有去估计他的成长率会不一样 能看懂吗 好 所以我刚刚看到差九年了 所以他没有 差八年底的时候 我估计是 我会有二十五个人 会在记得期间取得这个认股权 但是我维持 我的成长率是 市占率是在百分之十到二十之间 所以还是一样什么 两千 那乘上十八块 所以我的 认股权 这个我承认的总酬劳成本是九十万 那应该经过了两年了 所以要承认六十万 扣掉三个年度的三十万四千 我就要承认的酬劳成本是二十七万六千 好 跟课本上写的一样 当年度你要借 因为你到时候也是股票 所以你是带资本攻击 好 看到了吗 因为你到时候给付的时候是 行血的时候是股票 所以我就是资本攻击 好 那跟前面完全一样 只是他不同的是 他的波动不是离子人数而已 还包括了他的 绩效表现 绩效表现用的是什么 市占率 那差九年底的时候 他的市占率实际超过了百分之二十 好 然后有二十四位员工有这个任务的基权力 所以二十四乘三千乘十八块 所以整个三年下来 我的酬劳成本是一百二十九万六千 扣掉前两年已经承认的六十万 所以差九年 我要承认的是六十九万六千的酬劳成本 那因为他可以认购的是股票 所以要是资本攻击 好 这样看懂了吗 好 所以这个例子其实跟前面没有很大的差异性 只多了一个 你要给多少的股数其实还是有变动 那一样 我现在这个都是估计变动 所以都不说既往 好 然后再看一下呢 二十六 好 好 这个例子呢 比较有趣一点 你可以看一下 差四年初台动公司跟三四位经理人也签订了各给一百股的股票的协议 那条件是经理人不得在既得期间内离职 那如果差四年的获利超过百分之二十 然后股票可以差四年底既得 也就是说它是一种滚动式的 你差四 我的条件是你迹象要超过就是成长吧 也就是说你的获利如果增加百分之二十 股票就记得了 不用等到几年 我差四年初给你 差四年就满足这个条件 你就可以取得 好 那如果差四年没有 好 我给你多长的时间呢 你可以在差五年 差四跟差五年 如果平均它的获利成长超过百分之十五 那差五年底就记得 也就是说 差四年如果没有成长到百分之二十 我成长到百分之十八 没有记得 但是如果差五年 你两年平均有获利超过百分之十五 两年的平均 所以你差五年就记得 所以它什么时候记得 没有规定你 但是它一定有观察期 也就是说 我给你的期限是多长 然后呢 再来是 好 那个 差四到差六 假设这三年 差四你也没有成长百分之二十 差四加差五两个平均也没有到百分之十五 那但是如果到差六年 这三年你平均有成长百分之二 那你记得 好 但是如果你没有超过百分之二就没有 那最多知道是什么 差六年的观察期就结束了 好 你说你差七你再成长百分之二十 对不起 你的努力已经什么 失去失效了 好 它的意思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它一样是给它的什么 给它一百块的股票 好 然后呢 它也是给它的 就是它给的是股票的认股权 所以一样是用资本攻击 那只差在不同的地方是 好 差四年我没有得 没有达到百分之二十 但是我估计 差五年可以 所以 我就要去估计 差四年要成人的酬保 跟差五年的酬劳成本 这样听懂吗 所以它是什么 滚动式的而已 好 所以它给我们这个条件之后 我们看一下 它实际的状况 差四年呢 还有两个人离职 估计两个人离职 好 然后呢 有获利成长百分之十七 好 估计是百分之十七 然后实际获利是百分之十六 那差五年呢 我实际上的获利 好 是百分之十二 估计的是百分之十五 也就是说 差四年 它年底的时候 它没有成长到百分之二十 但是它估计 它差五年 可以有成长百分之十五 所以两年平均就百分之十五了嘛 好 这样看懂吗 差四年的时候 有成长 实际成长百分之十六 没有达到百分之二十 然后呢 差七 差五年的时候呢 我实际成长 差五年 差四年底 我估计差五年 可以有成长百分之十五 所以两年平均有超过十五了嘛 所以 一个十六 一个十五 所以两年平均已经有超过十五了 所以 他估计在差四年底的时候 他没有记得 因为没有完成百分之二十的成长 但是要估计到差五年底 他应该可以 因为你要去抓他的预期的成长率 所以差四年他就要做什么 做他的 差五年 差五年若记得的话 差四年就应该有的贪小的酬劳成本 好 看懂他的意思 有没有看懂他的意思 有没有看懂他的意思 好 那个 易经你帮我重述一次 刚刚讲的东西 我现在做差四年的 我现在没你要做嘛 好 所以差四年我不知道 差五年 因为实际发生出还没发生 我只是估计 所以我说 他的资料给我的时候 我是估计 差四年底的时候 我估计 差五年我会记得 这样可以吗 好 所以有没有搞清楚了 因为差四年 他没有达到百分之二十 所以差四年 他没有记得 那差五年会不会记得 他当然从差四年去观察 把差五年去做预测 预期 那差五年预期 他有百分之十十五嘛 预期有百分之十五 加上差四年底 他已经有百分之十六了 所以两个平均 有没有超过百分之十五 有啊 所以 差四年底的时候 他估计差五年 他会记得 既然是这样 他就要去估 差四年应该要分担的 酬劳成本 你不能说 等到差五年才一次承认啊 好 因为 他的努力是两个年度相关的 这样听懂吗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重点是 他的分度都很简单 因为 既然是酬劳 但借薪资费用 但待放是 因为他给的是股票 觉得是什么 资本供给 好 那这样我们看一下 我在差四年底的时候 因为他没有记得 因为他没有记得 我就什么 我就不能直接给股票了 所以我只先认为资本供给 那差四年的时候 我估计差五年会实现 好 差四年底 我估计差五年会实现 那你再看一下 差四年的时候 我估计 到差五年 离职只有两个人 你看的时候 看清楚 差四年的时候 我实际当运动离职一个人 但是我现在说 差四年的记录 我估计差五年会实现了 那到时候 三十个人 还几个人在呢 我估计差四年底的时候 我估计 有两个人会离职 所以三十个人 里面有二十八个人会记得 然后呢 因为超过两年平均百分之十五 所以百分之十五的话 他给的是 他就会给一百股 一百股 那价值呢 价值是 他的年初 给与日相同 就是 他的股价是四十块 所以我用四十 因为他到时候是给一百股的股票 所以他是当时候的市价是四十块 所以我直接乘上四十 看一下 他有没有其他的 这个条件的供应价值 他没有 四十八页的势力二十六 他并没有 所以我们就根据什么 他这个四十块的价值去算 所以你看一下 这边看一下 不是二十八个人的原因是 差四年的时候 我已经有离职一个人了 那我估计差五年 还会有两个人离职 这样看懂吗 好 差四已经有个人实际离职了 我差四年的估计呢 差五年还会有两个人离职 所以全部记得的人数是二十七个人 好 那每 因为满足百分之十五的平均成长 所以每个人可以拿到一百股 那每股的实价在给予 你已经决定出来四十块 所以是二十七成一百成四十 所以是一百零 十万零八千 好 但是这是我估计的 估计的酬劳 总酬劳 然后我当年度要提列的 还有累计的 好 当年度我除以二 因为我估计 差五年就会实现了嘛 所以我除以二 好 所以是五万四 好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还是借信资费用 带资本公积 股份寄出几付 好 五万四 好 这是我差五年的时候 差四年的时候 估计在差五年我会实现 两年平均成长率百分之十五的预期 然后在差五年底 还存在的三十位 当受给予的存在三十个员工 还会增加二十七个员工 好 所以我这样算出来 那因为这是两年会实现的 所以分两年来做 所以我看一下 所以除以二 好 这个我的基数是这样子 那差五年的时候 好 实际的状况 好 差五年实际的成长率就百分之十二 看到吗 差四年实际成长率是百分之十六 差五年实际成长率只有百分之十二 两个相价除二 就多少 百分之十四 有没有达到平均百分之十五 没有 所以差五年 如果我预期未来也不会有了 那我就把原来的酬劳成本 跟那个冲掉就好了 假设我预期 恐怕我没有办法达到 那我就冲掉 可是没有 他又估计 差五年的时候估计 到我差六年的时候 我的成长率预期会百分之十二 他是不是讲从 差四到差六 如果平均有成长百分之十二 你也记得 就差六年你也记得 所以差五年的时候我估计 差五年我没有办法记得 差四年本来我认为差五年可以记得 就差五年到了 没有办法记得 可是我估计差五年我可以记得 所以我们差五年的时候就要去算 好 一样是一百股 一样是四十块 但是 要想 接下来想说 那我还有多少人会在 好 我差四年实际上离职一个人 减一 然后差五年实际上离职三个人 二十 剩下二十六个人 可是差五年我估计 差六年还会有个人离职 差六年还会有个人离职 所以呢 我全部会用到就二十五个人 对吧 好 所以算出来 二十五乘上一百乘四十 所以是十万 好 我的总酬劳成本是十万 好 那我现在还有什么 还有 那个 差五年跟差六年 因为等于说 全部十万块 在十万块里面呢 我是分三年了 因为什么 从差四差五到差六 因为差六年才实现 所以乘上三分之二 好 因为我一样 已经有两年了 所以呢 十万除三乘二 所以我要承认的是 累计要有六万六千六百六十七 那我扣掉 三个年度承认的五万四千 所以我要承认的 当年度的酬劳成本是一万六千六百六十七 要看懂吗 好 那最后年度 实际上 你要看一下实际上有没有达到平均十二 好 实际上有百分之十四啦 所以已经有达到三年平均百分之十二的目标 所以差六年拿季德 那季德的话 我们就要算实际的 季德的金额有多少 那影响的是什么 一样是一百股 一样再给予一日的股价 现在要看他的在职人数 所以我们看一下 你只要把三十个人直接去减掉 到差实际离职人数 所以减一减三减二 所以到差六年级时期在职就二十四个人 那二十四个人乘上一百 乘四十 所以是九万六 总酬劳九万六 我累积要九万六 所以当年度 九万六去减掉六千 六万六千六百六十七 所以我承认的酬劳成本是两万九千三百三十三 这样看懂吗 所以完全是看到给你的条件来决定 好 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好 所以这个只是不同的情况 但是你要看这个题目的时候 你要看懂 因为事实上 一开始我第一次看这个题目的时候 我也看了很久 好 你要想一个时间的顺序 差四年级时期下离职一个人了 那我估计 因为我估计差四年估计差五年会记得 所以到差五年还会几个人离职 两个人 所以我估计如果差五年度 我已经记得的话 我只有在场 在场的就二十七个人 二十七个人 好 所以其实这个题目里头 重点就是你要看懂 他写的意思 好 你说什么 二十七个人 我说 第一个他估计是 差四年底的时候估计 我要差五年才会记得 这样听懂吗 好我估计我差四年底的时候没有达到百分之二十的获利的成长 所以我当年度没有 可是我估计差五年我会满足百分之十五 所以我就估计 所以我就估计那到差五年底为止 会有多少人还在职 好 所以到差五年我估计还有二十七个人在职 差四年实际离职一个 差四年我估计还会有两个离职 所以差四年的估计是估计差五年还会两个离职 差五年底估计了 因为差五年 事实上他的平均成长 佛利也达到百分之十五 但是他估计差六年 三年平均可以达到百分之十二 所以就满足这个公司一开始定的条件 所以他估计差六年才会记得 那差六年才会记得 那差六年还有多少人在场呢 在职呢 好 所以三十个人减掉 差四年实际离职 减掉差五年实际离职 就减掉差五年估计会离职的人数 好 所以差五年估计是差六年会离职的人数 好 所以他的估计是指这样的意思 这样听懂吗 好 所以你要看懂给你的文字的意思 我觉得这个 你要看懂这个题目给你的文字的意思 那完全他完全不困难 你只要搞懂 只要看得懂 他在写的意思 我相信一定会做 前面后面都完全一样 好 接下来我们再讲一个地方就好了 如果我们未来给的是什么 现金 好 所以跳过来 五十一页 我们要看一下现金交课的部分就可以了 好 不用很急 那个我们待会就再过半个小时就下课了 所以不用记得告诉用手机告诉同学你记得要下课 好吗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是用现金交割的股份基础基础 这个题目我讲的很迷你 我今天生意这样子 我都还讲说我一定要跟你们上课 其实平常我以前就想说生意怎么那么好 那你都请个假都没有理由 真的我都觉得我怎么那么身体那么好都不会生病 结果我真的好不容易生病了 我还是不得不上课 因为想到这么多没有讲 学期很快就要结束了 我会觉得对大家很不过意不去 所以我 这样我还是要上课 可是我觉得大家有没有很介意 很在意说我们要很认真去听 但也许我自己想太多 我这样做也希望大家能够相对应 也许我想太多 可是我总觉得 大家都有自己的责任义务要尽 我的责任 我的义务就是把 我认为在现金的交易环境里头 很常会发生的 而且是很新的东西 这个东西其实是算蛮新的 我觉得有义务要让你们知道 但这种交易的方式也许对你们来讲离得太远 可是你总是要有点想象 不能什么东西都是你经过以后 你才知道 那就来不及了 所以你要有一些想象 好 所以我尽可能去讲那样的一个场景 让大家能够进入这个自己里面 但是大家听起来就觉得 我晓得是不是 那个我讲得太久了 大家听起来有点神有趣了 那可是我觉得我又不能不讲 因为不讲到下课以后 不知道几点 就很多东西没有讲 好 所以我请大家还是专心一下 好 好 我们就这个地方讲了 我们就下课 今天就结束了 好 我们要看一下 因为我们情侶一直在讲 如果你的交割是股票 那我们就用资本攻击 如果你交割是现金或其他资产 我要承认的是负债的科目 为什么要讲 是因为他路上的科目是不一样的 好 那我们看一下 实力27 他说呢 X5年初给二十员工美人 一千个单位的现金 股票增值权 好 那你就看一看到 我们现在前面有讲过 讲过一个股票增值权负债 也是什么 他兑现的 就叫交割的是现金 所以从这个例子里头 你就可以知道 我们要讲的是负债的细职科目 他规定从X5年初要赴满三年才能行驶 然后可以行驶 两年之内不行时就失效 那X5年有一位员工离职 估计X6到X7一共会有两个员工离职 好 所以X5年的时候 估计只有二十七 就十七个人 二十人减到三个 一个实际离职 然后X6、X7 还会有两个人离职 所以全部就十七个 好 所以我在做X5年的时候 我用十七个人去算的 好 好 然后再来看一下 那X6年的时候 实际上有两个员工离职 那X6年离职的时候 估计还会有两个员工 在X7年离职 好 但实际上呢 X7年只有一个员工离职 好 所以意思是说 我X5年底的时候 估计有十七个人 会记得 到了X6年的时候 我实际上 我估计是什么 20个人见 X5年是一个 就是我会什么 15个人离职 因为X6年的时候 实际上X5年一个人离职 X6年两个人离职 那我估计 X7年还会有一个 两个人离职 所以我X6年估计有15个人 会在既得期间里头满足 好 服务的条件 然后呢 但是X7年实际上就一个 所以全部 就十六 有十六个人是可以 有拥有这个 股票增值权计划的 好 好 然后呢 每一年年底都估计 股票增值权的供应 供允价值 好 然后呢 所有的员工在X7年底 持有的股票增值权 都记得了 好 就是X5 X6 X7 然后呢 他的供应价值 从X8年到X9年内的 内涵价值 好 跟他的人数 刑事的人数 看不像 X5年的时候 供应价十块 然后X6年十二 X7年十四 X8年十六 好 接下来 他的内涵价值 就是选择权的 内涵价值有14到 14块跟16块 那刑事权利从X8年有7个 X9年有9个 好 去刑事 那一样我们在做的时候 好 他有三年 但是呢 跟我们前面讲是不是 他一样有跟刑事的时间有关系 要去调整 他的酬劳成本刑事费用 好 所以看一下 每个一开始10块钱 然后有一千个单位 然后一共有多少人 X5年底的时候 我估计有10 17个人 刚刚已经讲过了 X5年 世纪例子一个 那估计X6 X7 一共两个 所以我一共有17个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他这17个人乘上 这个价值 那个选择权的价值 花钱1000股 所以17万 除以三分之一 好 因为一共三年嘛 跟前面写法完全一样 只是你的估计的酬劳成本 的计算方式比较不一样 好 那X6年底的时候呢 我的供应价12块 一样用12块去算 那我当时候估计就几个人 会几个人在 15个人在 好 15个人乘1000 所以我整个酬劳成本有18万 乘上三分之二 好 因为剩下三年 两年 所以两年下来 我全部要扣掉 要承认的酬劳成本有12万 那我三个年度 已经承认了什么 56667 好 所以呢 我要承认的是 63333 好 然后最后一年 他的公寓价值有14块 好 然后呢 一样承杀 当时候我 差六年 差七年的时候 已经全部记得了 全部有16个人 我刚算过 他乘上1000 所以呢 是22万4千 好 扣掉前两年已经承认的 12万 所以当年度 要承认的酬劳成本是10万4千 但是因为他在差七年底 记得之后 他在差八 差九才陆续去执行 好 那我看一下 差八年的时候呢 他的执行价格 他这边有 差八年你可以看到 他有两个价值 一个是公寓价值 一个是内行价值 那因为他执行的人数 七个人是根据什么 根据他的公寓价值去执行的 所以你可以看七个人 去乘上1000 乘上16 所以呢 他是11万2000 好 11万2000的执行 我们要去做一个什么 我们是不是要去增加他的 因为我们原来是16 原来是4块嘛 对不对 原来是4块 再差七年底14块 但是在差八年底 他执行的时候 他的公寓价16块 所以每一个人会多2块钱 那2块钱每个人是 一共2块钱乘1000 乘几个人去执行7个人 好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呢 他的行使人数 好看一下 2个人乘1000 乘7个人 我算出来是14,000 好 第一个我们先看一下 因为他到时候是给的是现金 所以先确认一下你的待放科目是 股票政治权负债 所以还是一个负债性质的科目 跟前面讲过的是一样的 好 那接下来 因为我们的执行的时候 好 他执行的时候呢 是有7个人去执行 他执行的时候是依他的什么 公允价值 看一下 看一下执行的时候是 好 对不起 他执行的时候是根据他的内涵价值 公允价值是指年底的时候的 这样看懂吗 好 好 也就是说 他原来呢 有7个人执行的时候 他的内涵价格是14块 所以跟X7年底估计的 所承认的金额完全一样 所以他就没有增加他的酬劳成本 所以14块乘2000乘7个人 所以有196000去执行了 7乘2000乘14块 看一下 差8年底的时候 他有去执行 所以我是借股票政治权负债贷现金 那我看一下我们的供运价值是 我们的内涵价格是14块 好 那14块的话去乘上7个人 好 好 所以是9万8 好 刚奇怪怎么算的不对啊 可能我刚算成是2000啊 对不起 因为刚才算成一个人是有2000块 2000个单位 其实就1000个单位 好 所以这样就没错了 因为我怎么算什么都是 196000 因为我是用2000个单位去算 结果是我记错了 他是一个人可以执行的话 是1000个单位 所以7个人执行 内涵价格是14块 就是执行的价格 就是内涵 他依内涵价格去执行的 好 所以乘上1000 所以他是9万8000 然后呢 差8年底的时候 他的公允价值是16块 所以他没有去执行的人 他的酬劳薪资费要多 2块钱出来 所以2块钱称1000称 我还有9个人没有执行 所以我借薪资费用单 股票增值权 负债18000 这样看懂吗 好 最后 在差9年的时候 这剩下的9个人 全部执行的 他的内涵价格是15块 就像刚刚同学讲的 他执行的比原来还几 金额还低怎么办 我就是减少 就你不用付那么多的现金 那就把 但是你负债金不存在了 所以你冲掉是薪资费用 好 因为你异动的 直接调整当年度的薪资费用就可以了 好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因为我执行的时候是15块 而我在差8年底的时候 估计他的价值有16块 所以每一个单位就少一千 少一块 所以少了 每个人就少了1000块 9个人就少了9000块 好 所以借股票政治权负债 再负债薪资费用 最后因为他执行 就是直接把宪廷带掉了 想看得懂吗 好 所以这个例子跟今天很像 好 差9年的估计总酬老成本 你再推迟 你再推迟 我说什么特点 差9年的估计总酬老成本 要这样写 差9年没有估计总酬老成本 写在哪里 那那个表格 差9年的时候你可以不用 你可以不用这样写没关系 就是你说那个表格里面有个跨幅9千 其实你只要写到差 差6 差7 差8 差5 差6 差7 你那个表格只要写到差7年底 就不用再写 因为他就没有分担的问题了嘛 对不对 他当年度的价值是多少 他直接就去要调整了 跟上个年度所承认的金额 要去做调整了 所以你其实不用写这个 不用去写这个谈小表的 不用去写这个表格的 所以我说 有时候不希望 你完全是看着课本是 因为你的思绪可能跟他的 不是同步的想法 你可以有自己的想法 像我来讲 我差7年底 我承认到那时候的总酬劳成本是 22万4千 那为了他执行的时候 因为我那时候锁定的是 每一个价格是14块 所以他执行也是14块 所以差8年他执行的时候 因为他的内涵价格是14块 所以我没有去调整他的薪资费用 看懂吗 差8年 其实他的分路写法 其实应该有点小小的问题 因为他执行的时候通常会在年度当中 所以他应该借股票增值权负债带限级要写在前面 然后年底再根据他的那个政治权的价值 公允价值去做调整 是年底做的事情 我现在来讲的是 他52页的最后面这个分路 应该先把他行使股票增值权所付的信息写在前面 年底才去做公允价值变动的调整 这样看懂吗 我说分路没有错 我只写说 我只讲他写的顺序 因为他去行使的时候 也就是差8年度当中的某一天 好 可能差8年初他就去行使了 因为他的内涵价格跟差7年底的价格是一样的 所以理论上你一定先什么 去行使这个权利 好 这样看懂吗 所以这个 你不要去管那个表格差9年的时候 为什么他是写付9000 我说你基本上不用去写那个表格 其实我只要写到贪销这一年就好了 因为未来我实际上的金额都跟这个累计数去做比较的 未来价格如果比这个高 我就要再增加酬劳成本的承认 薪资费用的承认 如果比较低 那我就什么 减少我的薪资费用 好 所以我说你不用去受制于 他写的这个表格的内容的影响 这样听懂吗 好 因为有时候这样反而会让你觉得看看不懂 他在讲什么 好 所以讲这么多 其实就一两 我要传达了两个概念 一个他的估计的金额怎么来 酬劳成本怎么来的 完全看他的条件给你什么 去决定出来 你会到时候给多少的酬劳成本 那再来因为你在估计 所以变动是完全不受 硕及既往的问题 完全没有这个问题 那第二个我要传达是 你到时候给的是什么东西 如果你到时候给的是股票 我就承认资本公计 你到时候是要付现金的 我还只会要承认负债 就这两个概念而已 其他的完全就是看他给你的什么样的条件 你做什么样的计算而已 分路上面的写法其实很固定 好 这个酬劳 我说酬劳成本几个名词 我们就其实会计科目用的就是薪资费用 那你待房 不在会给的是股票 就是资本公金 如果你到时候给现金的 你就承认负债薪资的科目 好 就这样子 好 那我们第13章就讲到这里 谢谢 谢谢